在别家的满都 我们紧张前往南面120公里外的 齐德旺国家公园 我们将从佩瓦丛林度假村 开始齐德旺两天的冒险之旅 大村不仅有舒适的住宿条件 更能根据需求 安排各种精彩刺激的冒险体验 而我们的第一站 当然是丛林探险 点火的泥巴路和冒陌的丛林 以及进入原始森林后的未知风险 我们不让人身上线素飙升 究竟在这片原始森林中 我们会有怎样的奇遇呢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 去齐德旺公园的话 不是坐车而是坐大象 这样的话我们要坐一个半小时 整个在我们的公园里面绕一圈 然后在大象上面去看 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像这样骑在一个五吨重的 庞然大物背上行走在丛林中 绝对是零距离感受 丛林魅力的最佳方式 相比炫荡的吉普车和步行者 大象能去到更加隐蔽的区域 能掩盖人的气味 野生动物也更熟悉大象的脚步声 具高灵象的我们 除了有绝佳的视野 也有了最好的宝贝 因为这里是原始的森林里面 所以它没有专门去开启一些路 这些路可能就是野生动物自己会走的路 所以就像这样会遇到有很多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情况 这里有鹰 看到吗 摄影师这里有一只鹰 哇 好近啊 这里 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动物园里面 看动物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会很兴奋 你不知道下一秒钟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动物 它会离你有多近 进入丛林深处 让人既兴奋又不安 周围数据折断的声音 还有各种动物的叫声 都叫人心跳加速 每个人都摒弃名声 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看到犀牛了 就在这里 这在这里 离我两米远 好大一只 好像在休息 他们说硬去算很好 可以在这里看到犀牛 因为它们都是野生的 你不知道它今天会去哪里 眼前的独角印度犀牛 在全世界仅存三千头 在吉德望公园内就有五百头 因为犀牛的势力很差 它们依赖敏锐的嗅觉 来发现威胁 如果不是骑在大象身上 后果可想而知 还需要提醒各位 最好着长袖长裤进入丛林 既能防晒 也能防止各流龙虫叮咬 我们刚刚呢就是结束了 在丛林里面的一段 南无数 谢谢你 谢谢 刚刚我们一共在里面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其实最辛苦的 就是我们的这位 18岁的大象小姐 但她很调皮 她一路上都在玩 这边的大象 其实每一个都是 他们的明星 他们连 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性格都记得 而且他们有严格的 工作的时间 每天是不超过六个小时 上午可能最多三个小时 不到三个小时 就一定要休息 而且有专门的 饲养的队伍在照顾他们 所以大家可以 很放心地到这里来 在齐德旺 大象得到最好的照顾 也提高产相率 除了有专门为大象 准备的美味食物和住处 傍晚在拉比地河 也还能帮大象洗澡 回城 我们乘坐独木舟顺水而下 为着温暖阳光 本以为能悠闲地 观赏河盘风光 没想到 这时候导游告诉我们 最不能错过的风景 竟然是 野生鳄鱼 其实我发现 它这个速度 也是很缓慢的 我在想 如果鳄鱼突然出现的话 我们这个船的速度 怎么逃呢 它的温暖 它的温暖 它是深 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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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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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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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只鳄鱼 比我大多 只有五米远的地方 它在那里到 独木舟 无声无息的 带我们从一条条鳄鱼身边经过 沿途我们还震惊地发现 在鳄鱼出现的不远处 当地妇女悠闲地在河边抓鱼 也许不打扰 不破坏 就是当地人最好的自我保护 齐德旺也以这样的方式 保存着最原汁原味的自然风光 童林木屋 品尝特色的野味烧烤 足不出户 就能观看塔鲁族传统表演 让齐德旺的夜晚 如此丰富多彩 而这时候 我们却接到了一个神秘的任务 齐望野生公园的白天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但是现在是尼泊尔时间晚上12点 晚上去这个国家公园 会遇到什么呢 跟我们走吧 没错啦 真正体验齐德旺之夜的刺激任务 就是夜闯丛林 一开始还兴高采烈地体验嘉宾 随着一道道进入丛林伸出的铁门关卡 和周围逐渐消失的灯光 突然后悔起来 究竟他能不能完成 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丛林考验呢 我们刚刚坐车进来以后 发现里面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这个时候车突然停下来了 然后我就问大家 我说这是我们要看到什么动物了吗 然后我就扒在窗边看 结果他们跟我说下车 在这样的一个野生公园里面 半夜让我下车 万一有老虎怎么办 吓死我了怎么办 算了为了给四川争光 我还是得杀 但是他们说一定要非常小声 非常新鲜的粪便 OK 看看还有什么发现 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物质 这是一部分的最危险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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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猫 黑猫 和蟹猫 两个专业的向导 几个木棍和几个手电筒 就是我们夜闯丛林的全部装备 奇得忘了满天繁星 映尘出丛林最原始的风貌 远处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 更让人心跳加速 这样的危险体验 只能在专业人员拍头下进行 Oh my god 我们居然在这里看到了独角星 而且有三头 你可以看到看到它的洞看到它的洞 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大家要来此方公园的话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晚上出来 带着浓烈奔放色彩的日出 开启了奇得忘了一天 而我们就是这样迎来了今天的里程 其实这个牛车做起来比大象好玩多了 而且其实它很快走得很快 而且像这边的路的话 它还没有完全就是变成特别好的路 所以其实你如果开车的话会特别颠簸 所以其实像做我们这里的CMW的话 嗯 还有点特别的感觉 坐着当地最传统的牛车 感受着骑得忘清晨的微风 和翠绿道体的田园风光 静静地看着太阳照常升起 风景依旧美丽 清贫却不失美貌 苦难却拥有信仰 带着这样的感叹 我们赶往下一站 波卡拉 除了跋山射属的路路交通 乌布尔国际航线绝对是前往 波卡拉最遍及的选择 MING PA Hello 作詞・作曲 李宗盛